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 好的支持,南无阿弥陀佛,感谢您。 佛陀,我知道勇君王子是个贪求无欲的人,阿难回答,阿难,纵欲的人会得到什么后果?佛陀,像勇君王子这样的人,死后一定堕落地狱,受尽痛苦,是的,我怜悯勇君王子,他由于生活过于奢华,寿命只剩下七天了,假如不改过的话, 命中后必堕地狱,阿难,你去劝他出家吧,佛说,阿难找到无忧无虑的王子,对他说,佛陀让我转告王子,王子的寿命只剩下七天了,佛陀建议你出家修道,将来才能脱离痛苦,王子听了这话,脸色惨白,过了一会儿才镇静下来, 可是他仍不甘心放舍舒适的生活 向阿难请求说,尊者,我敬仰佛陀,畏惧地狱,决心跟佛出家 不过,能不能让我在最后的六天中再快乐一下 阿难了解他的天性,只好答应他 六天过后,王子决别宫中所有的人,用最后一整天的时间跟佛出家 佛陀一昼夜为他开示佛法 第七天过后,王子真的的疾病去世了 阿难问佛 佛陀,永君王子现在到哪里去了 佛说,王子虽然仅有一昼夜的修持 但他已生于四王天,做皮沙门天王的儿子 天寿响尽 再转生刀利天 刀利天寿终之后 再转生叶摩天 这样依次转生六欲天 最后下生人间 出家学道 得阿罗汉果若论自因自果 纵欲的王子当舵地狱 但他有听法一天的佛缘 被佛力所拯救 终得解脱 分享此视频 利人利己 功德无量 即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旧三道苦 唯愿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在世富贵权 往生极乐国 请常念阿弥陀佛 一切重罪惜解脱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缠心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开启小铃铛 分享 期待您的留言与转发 阿弥陀佛 感恩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观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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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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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